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啊 这个我们的这个烂科杯上科捷呢 获得了前两次的这个亚军 其实成绩也是非常的好 我们的亲密朋友经常会调侃说 哪一次这个全国的冠军其实难度 堪比哪一次世界冠军啊 对 应该是差不多 现在应该是差不多的难度 是的 而且那个我们的科捷最近 就是只要大家一提到这个围区比赛 大家都会说科捷的比赛非常的精彩 确实啊 在前两天这个结束的这个三星杯上 我们的科捷拿到了人生的这个第八个冠军 嗯 第八个冠军 它是跟中国骑手古力获得的世界冠军的这个数量是一样的了 对 那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那拿八个冠军 现在应该是世界这个拿冠军的总数是排名第几呢 大家可以猜一猜啊 呃 是跟古力并列是排在了第四 啊 那排名第三的呢 就是韩国的这个大国手啊 曹勋轩老师是拿到了九次世界冠军 嗯 那第三名呢 是李诗实啊 拿到的第二名 哦 对 第二名是李诗实 拿到的是十四枚啊 世界冠军 那这个排名第一的就是李昌浩老师 他是拿到了十七枚世界冠军 嗯 贺阳老师一辞一下 觉得咱们的这个科捷能不能赶上这个李昌浩老师呢 哈哈哈 您觉得毕竟很年轻啊 嗯 赶上李昌浩我认为不好说 但是我觉得超过鼓励应该还是比较比较有把握 因为他们俩现在是并列嘛 对 所以说他只要再拿一个这个世界冠军就超过鼓励了 是的 我觉得科捷现在还是属于上升期嘛 嗯 然后应该我觉得他的目标应该是先超过鼓励 再超过潮心选这个我认为都很有可能 是 啊 当然下一个目标应该是超过李诗实 这个还是有一定难度 对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呃 科捷能够完成他自己这个人生的围棋梦啊 可以在这个世界奇谈大放光彩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咱们天安围棋前方这个记者的一个现场的画面 对 这个就是待会我们要介绍的唐维星和顾子豪 顾子豪的这番对句 嗯 对 唐维星 对 每次看到唐维星我的内心就会出现两个字 嗯 为其很烧脑 很烧脑 然后就会不用自主地摸摸自己的头发觉得还好都还在 对 对 对 嗯 应该说唐维星应该还是非常非常用功的 是的 他现在应该也算九十年代的一个老大哥了 嗯 但是他还是非常用功 是 这是范婷玉 范婷玉 嗯 因为可以说是高手云集啊 嗯 32强他就是排名 就是等级分是排名在前32位的 对对对 嗯 不是 他是打出来 他们已经打下了好几轮 现在是16强了 哦 是 这是张涛 张涛 这也是浙江的一个名手 嗯 伊林涛 对 李维青 嗯 这都是 这都是更小的一批了 伊林涛应该是20000后了 应该是 都好年轻啊 对 对 现在中国的围棋 可以说人才辈出 这是李维青 嗯 现在是高手 年轻高手非常非常多 嗯 但是如果说现在从国际角度最有竞争力的 应该还是柯姐 当然是韩国 现在是出了一个深圳训 嗯 这个他的势头是非常强强劲的 是 对柯姐还是造成了 应该是 其实还是对柯姐有非常大的威胁 非常大的威胁 嗯 所以上一次那个比赛牵动了所有奇迷的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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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柯姐上一个冠军这个战胜深圳训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容易啊 对 特别的给力 对对对 嗯 那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带来的这盘棋呢是唐卫星 对 古子豪 嗯 咱们的奇迷朋友都会就是爱称唐卫星为唐玄宗 啊 唐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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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这也是一种这个爱称哈 对 因为确实下棋力量非常的大 是 顾玄宗肯定是力量非常非常大 有的时候不讲道理应该这么说可以这么理解啊 不讲道理 对 那这盘棋到底讲不讲道理呢 我们来看一看 对 嗯 好的 我们来开始这盘棋局 这盘棋唐卫星是猜先抽到了黑棋 嗯 走了一个小木 嗯 是 白棋是下的了下 白棋这个第二步棋走的还是有一些少见啊 一般来说我们下棋的时候 嗯 就是一般下这个角或下这个角比较多 白棋 那这个下在对方的这个右下角啊 一般来说是比较少见的 哈哈哈哈 下棋的这种出现次数比较少 对对对 这个应该说 如果顾紫豪下在这个位置的话 那应该说他对这个就是黑棋想过 他第一步走这儿 他就是应该是有所准备 开始走在这儿 第一步棋就开始准备了 这个他因为他 他对他可以就是在平时训练的时候 对方走在这个角的时候 他应该是想过这个接下来的一些布局的一些套路啊 尤其现在这个像他们这样的年轻高手 套路非常多 哈哈哈哈 所以说走在这儿应该有所有所这个用意啊 要不是非常少见的 是是是 这是 所以我们今天也学到看看这个我们的白棋究竟有什么用意 哈哈哈哈 当然也有个用意就是说让对方不太开T啊 哈哈哈有点措手不及对对对对 有点不礼貌的那种感觉哎就只有这个就像我们下黑棋说很少有人下这个脚哎这个我们说第一步棋下这样下的话哎没有这个第一步这么下是对对手的不尊敬啊哎为什么不尊敬 说实在到现在我也不太明白哎但是我们学就我那个年代学棋的时候说第一步棋你说你可以下这样的五有角但是你不能往这边下你往这边下就对对手不尊敬 是 大家都是这么说对但是也说不出个原因反正大家就是自然而然形成这种习惯嗯嗯 应该是我猜测应该是从日本的那边传过来的一个习惯哎因为中国古棋的话都是下星或者做对对角星所以他不存在这个问题嗯 日本古棋是不基本上很少下星全部下小木啊所以说这个习惯应该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呃但是我们中国棋手很多也不太明白就说为什么下那个就对对手不尊敬这个也许日本有什么一说法啊但中国棋手其实确实不太明白哎 我们就记住就好哎对对对对今天倒是开局比较比较传统啊今天是下了一个错小木手五有角对这个非常的常见啊我们的亲民朋友也都是非常的熟悉嗯现在基本上黑器都是往这一拖嗯拖一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下方这就是取地对嗯就是简单的一个脱退定式对嗯嗯然后就是接下来按照我们之前比如说咱们教学过程当中都会说哎这个不是直接 就拆过来了是是是是然后现在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转就是变化嗯一个交换啊就直接先碰一下对嗯这个这个就是阿发狗出现之后这个他这个带给大家的一个最新的变化嗯就是往这碰哎很多其有如果是看过啊这个世纪大战啊阿发狗对这个李世时的起就印象都会比较深嗯都是往这碰哎以前的高手呢呃就说除了这个猜是比较简单啊这些猜都很简单啊 呃大多数当时都是下拖在二路嗯像这个拖在二路现在几乎是已经在职业棋手的这个棋局中已经绝迹了嗯现在就是大家对这个二路反正是就拖这种二路是都看不上眼了可以这么说哈哈这个地方就大家就知道就是只要对手拖你现在哎就往外往就是藏在外面就行了哎你不用跟他过多的纠缠哎他活脚就给他活脚反正就是说呃以前是差不多这么下啊这么一期你不再再拍这样嗯 以前会觉得拖一下便宜了哎但是现在大家都觉得拖个不便宜嗯所以就简单的退一下这个白气已经损了哎也反正以前也没说损就是说这是个正常交换嗯嗯但现在的人工智能全是碰在这儿所以大家起手呢也基本上哎认可了这个这个观念就是刚开局的时候还是比较注重外面哎比较注重外面嗯这个应该是现在一个一个潮流对对对是所以因为有了人工智能 咱们的这个起手们尤其是在布局阶段基本上差距就很甚微了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有些布局的难题呢基本上会去看看人工智能怎么下是然后人工智能虽然不能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这么下但是呢呃但是呢因为布局上应该说人类起手还是比较比较欠缺的嗯因为太难了这个布局你说谁说好啊谁说坏啊这个东西不好定没错哎就像我那时候来刚来国家队 对的时候如果职业棋手在摆棋的话啊然后最难摆的就是布局问题嗯一摆布局问题呢这个时候大家的意见非常多嗯那很多的情况下那总得有一个人来来怎么样来定这个调说这个布局哪一方好嗯或这个布局谁喜欢下嗯哎这个时候一般都会找一个水平大家公认比较高的这个起手来来来定夺一下来定夺一下就是现在呢基本上把这个决定钱啊是交给了人工智能了是哎这个 太考验人了对对对对以前以前我们都是摆着摆着啊这个这个非常难下那问一问那问问你老师的意见问马老师的意见是这样去现在都是把这个意义那就找那个人工智能哎问问这个人工智能最权威的老师对对对对虽然这问题倒也好解决了是吧但是其实上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啊就是他为什么这么下其实我觉得都没搞明白就为什么这么下没有人说的 清楚人工智能也不会回答你这就是现在人类我觉得起手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嗯就是用数据说话了对对好了这个基本变化就是搬完了场然后立下来嗯接下来下一步是他最拍的这个对这个应该说也也就保留了一下啊正常是那个阿尔法狗是拐的嗯拐一个也许他觉得不便宜啊当然有可能怕对方转机嗯就直接进去 嗯当然有可能他也有可能会觉得不便宜嗯我们到后面就能看出来他为什么不管这一下嗯实在呢是单猜的对这个倒是碰两下的好处就是防止出刚才你说的这个B啊嗯你还是他还是比较害怕的是所以直接先过来加强一下嗯这些是挂脚嗯挂脚也是啊这个白旗是尖顶这个尖顶应该说也是近几年近这个人工智能出现以后 非常流行的一个下法嗯以前我们说这种小木人家挂低脚这个挂低位啊去肩顶说大俗手嗯哎尤其人家什么力二猜三你现在是肯定是给别人猜三的位置所以这个嗯但是现在下的这个可以说现在的说法就是简简单有力哎简单明了对对对其实倒也好理解啊其实真的下成这个形状呢倒是其实跟这个形状也好对比哎 就是无非是少少过来一下啊嗯这少过来一下应该是这个呢应该说现在下成这样的话喜欢这个脱退定式的人比较多一些嗯这个定式倒是比刚才我们说这个形状明显白旗还是木树少了好几个期对往里缩了一些嗯但是呢其实确实也大同小异所以从这个角度你要分析的话其实是完全可行的但差不差有点区别但这个区别吧 反正对我们来说其实可以忽略不惧的啊这个确实是呃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大的就说白旗可以这么下嗯没问题的嗯所以坚顶之前我们说是那个俗手嗯不要老下然后现在我们见到了这种简单的简单一行的方式大家还是可以多多的去运用对嗯但不管怎么说这盘旗一这么下呢我们看出这盘旗的格局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清晰了这应该是双方正常应该就是 比拼内功开始准备要打持久战那种感觉能感觉出来是正常你说我夹击过来这个这个棋就会比较复杂一些是尤其白旗这个顾子豪这么下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出乎意料啊因为理想刚才开局就介绍他叫这个绰号叫恶霸是吧只是我们旗民朋友给他们就是对他的一种爱愁也是对他的一种期望希望看到他很强有力的这种反抗对但这个旗好像下的很就是不像他的 很温柔很温柔对很温柔接下来但是接下来唐这个这个唐伟青是非常勇猛啊直接就挂过来了是这看来唐伟青是今天是这个战斗的这个意识很足我们说什么拆个三是完全没问题啊对但他要先挂着一下是嗯这个其实白旗不能忍了嗯其实选择反击了对在这直接三坚低加嗯 选择了一个还是比较比较这个独特的位置啊也没有加的特别紧是也没有加特别远有点加的比较那种中间的一个位置啊这个加的还是挺有意思他也是为了就是把这两块旗对吧进行一个这个风格同时也是对他们两个有所威胁是是是选择位置还是挺有意思的嗯对接下来的这个黑旗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对对对对 直接跑到了这个位置对对对对这个位置嗯反正是给我拆十次我也是猜不到这部棋的这个棋的悬点实在是太难了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招法那咱解读一下这个解读猜猜这个我只能这么理解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棋友管这个唐伟青叫谭玄中啊是比较玄标只能这么理解就他的棋很多棋友很喜欢嗯 哎他也很受大家这个棋友朋友的喜爱这个就应该他也就是因为他老吓过这种悬特别悬妙的请悬而又悬大家就解读不出来是吧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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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是很难想到真的是猜十次我也猜不出来就是要不就是站过来一点啊要不是怎么这就怎么跳一下或者夹击是这个位置吧这个这个也真的是很难想象 啊所以这部棋友的一部位置嗯因为这部棋感觉就很偏就是他又没有直接影响到白棋这个脑头对吧对对然后又没有封住这个白棋对就要我下你要说真让我猜我猜这儿还是有可能的啊猜这儿就这段还有可能或者要不就是什么尖冲去了嗯反正这个位置我真的是很难想到啊所以这部棋我实在是没法解读我只能成为这个这个唐伟青独特的招法嗯独特的招法嗯我们学习到了啊嗯嗯 这个我只能理解啊 这个棋如果白棋飞出来的话啊 如果白棋真的是往这边飞 他大概是准备这么跳 这样跳出去 这样大概飞和这个鸭箭和 这个如果是硬让我解释的话 只能这么来解释 所以这个棋 布子豪是没有从这边动 对那他就 他就像你说如果这样的话 好像上了这个黑棋的步子了啊 那他这个时候呢就往这边 这个白棋是往这边飞 这个应该说是 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步棋啊 但这个高手相争啊 他们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思路 就是说我这手棋我好不好 其实他也不知道 但是呢我一定会走的 让你猜不到的一手棋 或者我不会按你的思路去想 就是他呢 他这个你比如说走这呢 你肯定想过 你肯定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对付我 所以我下了个 你看这步棋你肯定没想到 那我这步棋好呢坏呢 我也说不太清楚 但至少我让你也不舒服了 这个这倒是一个高手的思路啊 对对对 值得我们棋迷朋友们可以借鉴一下 没错 就是算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就算一个对方也想不到的地方 那就对了 这时候黑棋大跳出去了 大跳出去了 然后这个白棋过来拆一 白棋拆一 应该从这部拆一来看 他是应该是我猜测啊 应该是他飞就是怕人家跳 要不他肯定飞嘛 对吧 是是是 他肯定是讨厌他跳一个 接下来他这样两个这样合 没错 所以他拆这个一 这样如果你在跳 他很容易想 他就补一手 这样的白棋应该说步调还是不错啊 还是可以 确实 所以实战他是他是拆了一 然后黑棋是点角了 对 选择了一个点角的一个定式 是 很容易就是来把它分开 这盘棋这么像呢 应该说还是有点出乎意料 黑棋呢是 黑棋又转到实地上了 唐伟星这个应该是虚晃一清啊 这本来是猜猜边是比较简单一点 是 这个这个看上去架势很足 这个就又去点了个角 选择了一个取缔的下发 对 太出乎意料了 一点出乎意料 真是很玄妙 唐伟星的棋不好猜 我这个是知道的 他的棋属于神出鬼没 尤其到后半盘也不好猜 他的棋特别难猜 确实 就白棋过来 白棋碰这个了 碰这个我们能看出来 这个是 这个我们当初说他没拐 这个用意已经体现出来了 如果拐过来 这个再碰呢 这个棋 黑棋肯定是扳下面 这样这个没什么用处 这个地方稍微 这个棋友们可以稍微注意点 如果这拐掉的话 如果这么下的话 黑棋是 这么吃 走 黑棋可以反击 这个地方棋友们可以稍微注意点 这个地方它是会冲这个的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粘住 白棋现在 看上去很舒服 有一个什么 双打吃 双打吃 这样呢 黑棋就 就笑笑哈哈了 直接封进去了 对 这样一来白棋全死了 这个是黑棋 如果就是有了这个肠之后的一个变化 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稍微记住点 如果它碰可以下班 白棋没什么招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地方应该说 它没拐的这个用意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对 这样呢 它再碰 这个地方 你就不好反击了 比如说你现在走这 那我现在一个是班 刚才你也不成立 另外它上班也可以 因为这个没有这个子 你们也都不好反击 确实 所以现在呢 可以说刚才它不管 大概是 我们说大概率啊 是怕 就是它就觉得拐一下不见得便宜 嗯 反而帮助黑棋补学了 对对对 嗯 这个 碰了一下 嗯 这样的话黑棋就尝了一下 老老实实的 也下得很本分啊 对 白棋 白棋 白棋补回去了 嗯 然后固在这 固在这的话应该是上面应该是 它的意思就是 这就是我的地了 你不能再进来了 都这么结实了 是吧 你再进来我肯定是要吃你了 没错 不管怎么说 今天顾子豪下的还是非常那个坚实啊 这个这个应该说姿态很低 哎 我没有要大张旗鼓的唯一块空哎 我都是下的最你看都是小菜一 保守的哎 你我全是小菜一嘛 你你这个整不过分对不对 这个应该说今天顾子豪下的很低调应该是啊 也是在跟那个唐卫星也是他的大哥了哈 就说这个很谦逊是吧哈哈 应该说我看顾子豪这个架势他应该是觉得你你你年纪大了我跟你说说官你应该就你就你就 够呛应该是太气人了 他一般年轻人他那个下到后面他体力好啊 官子算的快 所以他可以耗得住 对对对是是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用 所以他的战术就是跟他耗耗到最后然后收官赢他就这样啊 对因为官子嘛你后面你体力也下降了 然后我算不动了 对我算的也快包括后面5秒也多这个这个时候就这个下到后面肯定是年轻人要占一些便宜的哎 这个我有我有切身之痛啊这个这个很很明白的哈哈哈对方跟你这么下这么稳健的时候你你我跟你说就像我们这种年纪大的看见对方跟你这么稳健你马上你就那个这个你心头啊不是一洗心头一凉我跟你说啊就因为他那个就是他他有信心跟你下到后面啊你就你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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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特别你反而没你没信心了就那种感觉哎这个你你体会不到我跟你说我现在已经体会到了哈哈哈哈 那就如果说比如说比我年轻的就上来就跟我杀气我不怕哎对这个时候这个反而他是有可能是不是自信的表现他是有可能是希望我占的什么便宜或者什么样哎你要碰到一个人他那个跟你上来一下他很稳你也搞不清他怎么你又知道他实力也还不错哎 啊这个时候他跟你这么一吻着下你就你就能看出来他这个信心很足了哎这个这个你你现在我现在慢慢体会这种感觉我现在还小哈哈哈我慢慢体会一下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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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好我们这个言归珍珠啊对他们是了反正总之这盘棋这个这个顾客下的还是很美贱啊踩踩都是小猜嗯嗯 黑棋 掉一个 这个倒是黑棋的权利 这个是要 就马上要跳起来 就是你补一个 白棋呢 白棋看白棋补在哪 白棋正常是应该是靠住这 或者补之前也许可以先挤掉它 先手 这个挤应该是能挤掉 但挤完之后这个尖率不是先手的 所以各有利弊 目数上是应该挤的 基本上这么靠一个也是没问题 但靠完这个长 有可能黑棋牵手 所以黑棋呢 就是看你走一个 我就掉下 我也不进去了 确实是白棋已经猜这么小 不应该进去了 人家太欺负人了 白棋实在是守在下面了 我发现这唐卫星就是上面来一下 然后底下来一下 对对对 这个很有意思 这也是唐卫星比较擅长的 一天一地 这个反正是 你怎么不舒服 我怎么来 就是这个 确实 所以直接就进到白棋的空里 来个大神团 对 你现在是面临考验 这个棋就是 这个就是对方下这种棋吧 这种棋就是你怎么理解它 就是你走也行不走也行 但你走也不舒服 不走也不舒服 就那种感觉 就是唐卫星比较擅长这种棋 其实拖线也还好 拖线也还好 这个反正你走什么都可以 就这种感觉 但是走什么吧 也不太舒服 就有这种的 那还是补一步吧 是吧 这步棋应该是 它应该是 相当于是要惩罚黑棋 它这个棋什么意思呢 现在就是说白棋现在走这步棋是一个很强硬的一个态度 就是说这个棋 那你正常要走这个 那我现在 我现在不是补回来 我现在是要搬粘 然后这个先手搬粘 对我现在是要搬粘 我是要让你粘回来 我再补一个 就是这个意思 明白 它相当于是我如果直接搬粘 这个棋你再尖 它是要接在这了 对 所以我要先问你一下 这个要先看你要不要 那正常来说 黑棋是可以先立掉的 立掉本来应该比如说我们简单一点 这次一个立一个 这应该是黑棋的权利 白棋可能会走 那你再走也没问题 但是它如果走成这样 那白棋有可能会顶一个 对 这样你走一个 比如说它挡 这样你本来黑棋可以补在这了 如果没有这两个交换 你如果先不交换力的话 它可以补在这间 这个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对 但这种地方就是要抠得很细了 这种地方就是职业棋手会抠得很细一点 就是因为这个格局有点小了 所以这个时候要抠得细的 对这个地方呢 应该说 顾子豪应该是下的 其实他肩这个是 他是一种反击的态度 就是你要爬我就要搬毡 你如果立 我就把你立下来 对 那就不好意思了 那我们就开始 硬碰硬 对硬碰硬 这个就是一种 一种对你的一种宣战 一种也不能说宣战 现在战争的主动权还掌握在唐伟欣的手上 但是我这个已经给你发出了最后的这个通牒 别欺负我 对 不是你你这个你爬过那咱们就就算达成了协议了 消安无事 对 你要是敢立 那咱们就不客气了 那我这个就是绝对的是要要冲下去了 绝对不佛系了 是 所以这时候这个黑旗他也没爬啊 他也没爬 他这个这个这个应该是唐伟欣应该是呃 应该也是也是在吓唬他一下 哎 你别吓唬我啊 就这么理解 你别吓唬我 其实他们也在打这私理仗 好有意思啊 被您一解读之后 我觉得这不是在旗盘上作战了 就两个人两个武林高手已经开始互相发功了 这个应该是到他们这个水平了 其实比比这个技术啊已经不重要了 嗯 别的就是心理 心理 这个因为因为他技术成为那个已经非常细微了 主要是看心理上的一些较量 是 这个地方呢 就是他心理上较量 但是黑旗呢能看出来他这部旗呢也是 也是还是有点犹豫的 你能看出来啊 就是他这个 就是你别吓唬我啊 这个结果唐伟欣那个谁 这个顾子 完全给他顶住 就是我们说要顶住 顶住 不能松歇 其实有的时候真是下气就那口气啊 对对对 这需要时刻保持着啊 哎呀这个还真是挺难 嗯 不能松气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时候唐伟欣是终于 还是还是还是有点犹豫 先趁一下 嗯 这唐伟欣这番 这很有意思啊 对啊 你看这儿 然后这儿 哎 这儿 这个多方面的这个上空都有了炮弹 是是是 反正他这个棋也可以这么说 一般棋手都学不来 真是 一般 境界好高啊 他这个属于非常难 难学的一种下巴 关键是就是想去学吧 都不知道这棋子该割哪 嗯 因为唐伟欣的棋风啊 有点像跟我同时的一个棋手 嗯 罗启和 哦 有点像罗启和的棋 就是属于 很艺术 对就属于 神出鬼没那个感觉 鬼才 是 然后白其实跟着应了一个 嗯 这个地方 应该说这个应该说顾紫豪的态度很强硬 就是你这边你不走我也不走 嗯 你看你你你怎么办 其实白棋 哎 如果我我下 我有可能直接就把这个打下去了 嗯 你那边你你你你吃我 你先吃这个空间那么大 你不见得好吃 嗯 先把这个给你打下去再说 是 这个很大啊 那肯定的嘛 那这个不然刚才这一手棋 他这这样这个点就白损了 没错 如果你那边吃不住我 那我这个按我们为企划 这我先把实力捞住了啊 那边我们再说 这个 那您这部棋更是最后拼棺子的姿态了 啊 是吧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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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迷的形态 先把大的捞掉 对对对 挺好 特别的实际 这个顾紫豪是 这个就是有点 给对手有点不留面子了 嗯 这个对手 其实我 这个你看这 问了你一下 那边就说你这个时候 哎 你你你那个稳妥一点 咱们这地方就不跟你硬碰硬了 是 结果固子豪完全不搭理 这个这个没办法了 这个 这个 啊 这个 唐伟卿是彻底的这个要出出这个战斗起来了 是 哎 这时候 嘿 这白棋厉害了 对 这个白棋是没办法了 嗯 这个下到这儿就是只能比谁力量大了 没错 有了硬腿就跳进来 对 这个跳进来应该说对白棋的威胁还是很大的 对 嗯 白棋应该是下的是最强硬的下法啊 嗯 这个都是最强硬的下法 他就是 呃 这个棋正常点 我们说就是飞一个往外活就完了 嗯 但是他飞呢 他大概是觉得这个 尖或者黑棋飞 他这个 有点委屈 嗯 这个你比如说你躺啊 这样我 我尝进来 这个就伤到这边了 没错 哎 这是他的一个一个想法 对 所以他不想从这边动手 哎 他想还是要在这个角地上去去寻找一些手段 但是这个空间说是有点小 就是他的这个坐眼的空间有点小 有点小 眼眉有点不太充足 黑棋渡过 白棋是吃 嗯 嗯 像到这儿黑棋是可以脱线的 嗯 这个黑棋这个地方留下了一个结 嗯 这个地方黑棋是确实是可以脱线了 黑棋直接把它们分开 哎 跳下来 嗯 这样白棋这块棋相当于是一个打结火 打结的一个局面 对 其实本来白棋飞出去 近火是完全没问题啊 嗯 那上来给自己弄个打结火还是有点负担的 哎 对 这个是 但这也是一种一种对自己的力量的一种自信啊 是是是 因为打结的话 呃 这个一般我们说这个低手怕打结啊 高手不怕打结 这个你打结的话因为要算结材确实比较难算 嗯 但是这个呢 一打结就确实复杂很多 没错 这个地方倒是要需要注意的是黑棋为什么一定要先搬这些啊 如果没有搬这么下的话白棋就不是吃在这了 哎 如果刚才不先搬掉啊 这样白棋冲完之后 这个地方很多棋有就是真正反映你实力的时候到来了 哎 黑棋这个是利的就进火了 这是双方的药店 所以黑棋为什么一定要先搬啊 这是有关系的如果本来如果下成这样我可以先放在这对不对 留个打结火慢慢下就外面先攻你别的地方 是 对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啊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对 这个 这样就白棋就开始打结了 对 我说白棋呀 我们就说白棋的下法我们觉得会觉得有一点点撑啊啊我们说法是去是本来没必要没到这一步但是留个就需要做出一个打劫活刚開給這個 给自己找麻烦是吧 对对对对 有点有点那种没事 要找一点事的那感觉 还是煎了一个 粘上提节 白棋是 然后煎这个 黑棋紧 然后提节 然后黑棋顶 提节 白棋现在是虎在这 虎在这之后呢 黑棋现在是有一点 有一点面临选择了 因为如果再开节的话 这个这个节就越打越大了 如果再开节就可以开在这了 但这样开节呢 我们能看出白棋这地方多走了手棋 就是说如果白棋打赢了 那你这个地方相当于这儿 白放了一个杂 这个节就变大了 这个可以这么理解 对是的 价值就变大了 所以现在呢 黑棋是面临了一个 稍微也是面临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要不要把这个 这个怎么说 战端再开大 这个时候 战场再扩大 这个时候白棋 相当于这个时候 相当于是 我有点那个退批三舍啊 我这个先让你三十里 你这个时候 你最好是别过来了 你再过来 那咱们就开始 真那个什么了 那就没有什么退让的问题了 那就只能生死贱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他也把这个问题 就抛给了黑棋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 那个主动的一方 其实反而更难做决断 那我反抗 就是那个防守 那种一方呢 反而还容易 对 因为主动一方 他有选择权啊 这时候对手 已经给了你一点甜头了 对不对 他让了三十里地 你还是 不依不饶 不是 你如果退让一点 你也赚了嘛 对不对 就这个分测 好难去拿 如果你要继续打的话 那有可能 你的命也没了 对不对 是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这个 这个地方就是白棋 现在是 哎 煎完先一虎呢 就是我先 你 你最好别跟我开截啊 你要开截 咱们就只能生死贱了 就这个意思 是 那这个是 作为这黑棋的一方啊 嗯 他也确实 觉得算了 嗯 这个应该说是 继续施压这边 应该说黑棋的步调还是不错 哎 他也不是算了 他是 他是希望把这个 这边能制造出一些节彩啊 嗯 然后 其实白棋 白棋看上去是有点 有点被动的 嗯 因为这边 哎 我们说肯定是 欠了一个 原子弹啊 对 欠了一个 这个 随时可能定时炸弹 对 定时炸弹 然后这边说是 白棋也挺苦的 看上去的空间 但这个棋 黑棋呢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厚 这个地方 我们能看出 这个地方是 明显是有一个冲 打 嗯 摘完之后 这个地方 断点 有个断点 没错 这个地方黑棋也有问题 嗯 所以说黑棋确实 哎 现在应该是 双方都是 犬牙交错啊 这个地方 下不好的 反正很考验 这个 这个 双方的这个 水平的 没错 这个地方 嗯 这个白棋确实还是 有问题啊 有点问题 所以黑棋就直接压过来了 嗯 白棋是非常强硬 嗯 强斑 黑棋断 断上去 嗯 白棋是再打一下 嗯 再上 再来一下 嗯 这就是白棋的权利 嗯 白棋最主要是要打到这一下 对 这一下是打得很舒服 这是白棋比较舒服的一个地方 让白棋也整得行啊 嗯 那最主要是让黑棋这个 黑棋这个形状效率没那么高 因为这个籽现在显得效率有点低 嗯 这个是白棋比较舒服的地方 这是 白棋通过这样整形式做出点眼 对 有眼形了 嗯 虎一个 虎一个它是这个一定要吃 嗯 虎是一定要把它这个 嗯 虎的地方一定要把它拍上去 哎 这是 这叫坏形 把它打成坏形 对对对 当然就不能接了啊 对 作为这个白棋 白棋还是飞这个 嗯 所以这个 也是看一下黑棋 黑棋确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厚啊 嗯 如果说这地方要是一条后市的话 那黑棋现在下巴就非常多了 没错 嗯 现在你比如说你可以反击啊 这种 嗯 你都可以 如果你这边有紫肉 直接夸端 对 把它夸端 但现在白棋 黑棋这个有可能互相转换了 嗯 嗯 对 黑棋现在是上铐 还是要把它按进去 白棋是刺 黑棋是反击 这个也是 也是正常的一个分寸 如果现在沾上的话 沾上的话 现在我出出的一块 白棋就有可能有一个 哎 我一冲 你就有可能有问题了 这儿挡一下 你挡的话 我在一起 在一起 对 你街上就拐出去了 对对对对 你挡我给你断了 对 这样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转换 确实 对这个这个地方 黑棋的棋型确实有问题 嗯 这一次的话 这个时候黑棋现在是面临一个比较 嗯 嗯 一个比较不舒服的地方 嗯 黑棋实际上是选择冲 对 反冲一下 反冲一下 哎 其实 哎 那这样两边就连上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还是很有收获 对 但是 呃 坏处是 你看这个这个子是送掉了 嗯 黑棋呢 把白棋全包在里头 黑棋也是有 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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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 嗯 嗯 挡住 把这个接住了 嗯 赌过去 现在白棋的好处就是 两块连回来之后 这个这个炸弹给解除了 这个再打的话 就不是不是你死我活的问题了 就是一个大关子啊 是 这个倒是好 就 白棋挺踏实的哈 现在白棋就是这地方踏实了 哎 不用再想这件事了 是 嗯 那黑 黑棋呢 就是说 把白棋给 给攻了一圈 嗯 这个是黑棋的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 是 那这白棋还得补一下哦 而且补 不好补 对啊 不好补 这个其中补起来很难受 对 这个应该是唐伟新啊 我看啊 他就是从这个冲开始 他应该是算到这不几了 嗯 就是他就是要舒服这一下 这个地方 他就是 之前的准备工作就为这一下 哎 应该是 至少从这个冲开始可以算出来 因为冲之后这个变化就没什么变化了 对他来讲 他就是 这一棋确实很舒服 对 等于你外面有一手 这个 你看我这多一幕 而且我这个断点也变得 你明显轻多了 然后你这个形状非常紧 起不好走 对啊 这个白棋补起起来确实很难受啊 你看补在这儿你多难受啊 你这等于是自己本来你又跟他数一幕起呢 对 但你还少了一幕 这个难受 这个这个应该是黑棋比较得意的一幕起 嗯 白棋走完之后确实起形不太好看 下一步也是非常精彩啊 这部棋 如果现在现场的很多棋友 你看到这个局面 我们说下一步有一部非常 可以说是非常光彩夺目的一首棋 如果你马上就看见了 那你你绝对有这个 应该我觉得应该至少有四段的事 甚至有五段的事 何阳老师说了 赶快想一想这部棋该走呢 就是你现在就现在这个场合 我们说全局一个问题 你要能看到一部非常漂亮的一首棋 你绝对 我觉得绝对有四段 是 对这部棋还是非常精彩的一部棋啊 我们接地迷一些迷底了 其实如果要是就是水平高一点的棋手 这个迷其实也不难看出来 也还好 是吧 没有那么的偏门 我们来看一下 接地 揭晓迷底的时刻到了 加了一下 非常漂亮 因为你如果虎的话 那它肯定是长了 是 这个就没什么妙味的 这样你这个中间就小很多 对 对 这个时候一定是架 你如果反击 那不好意思 冲下去 那你这冲下来了 所以这个棋 如果你挡 那我再吃 那就等于白被我拍倒一下了 这个就是手筋和不是手筋的区别 对 确实 所以这个时候白棋没办法 白棋是选择了一个 沾上 一个稳妥的下 沾上 嗯 还能压一下 这个挺挺狠的 对不起 这发起有点难受难受难受 这在乎 对呀 这好舒服啊 对对对 这个能看出来 你看就是 如果没这三步棋啊 你还真没觉得这个黑棋 这个后视有什么用处啊 没错 但你通过这一步棋 你看 就一个手机 一下完 你看这个 这个中间 这黑棋就马上可以压压的 就有一片了 所以这个下的确实是非常漂亮的手筋 可以这么理解 对 瞬间这黑棋的模样就出来了 对对对 嗯 那白棋这个马上要进行反抗反击了啊 嗯 下一步也是白棋 也是让人吃惊的一手棋 对白棋这个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 嗯 把黑棋给分断 把黑棋分断之后 这黑棋确实 这部棋应该说是 这个 这个恶霸的名号应该就是这种棋老夏出来的 你说 很多人会觉得这黑棋是个后世啊 这个棋 你这段上来想干什么 对不对 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 哎 包括很多 我猜测很多职业棋手也有这种想法 这就为什么很多职业棋手把他叫恶霸 这个 他这个恶霸的名号肯定不是业绩棋手给他起的 就通过他的棋风 肯定是一个职业棋手给他起的 这个他就是他这种棋风肯定是职业棋手起的 那你看那个唐唐伟星这个唐玄忠这肯定不是职业棋手起的 这肯定是业绩棋手给他送上去的一个爱称 这个你从这个两个这个绰号就能听出来 对很有意思啊 所以有的时候通过这个绰号来解读他们的棋 哎 就更有灵魂 嗯 断上来之后黑棋该怎么办呢 这个这个断上来确实感觉有点不讲道理的感觉啊 黑棋现在 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得还是要承认 黑棋这块棋确实没活 这个 这个确实是没活 这个断还是有道理的对对对人不是瞎断上去的 对这个 这个我的老师啊 这个就是就是原来国家可能我们包括我们就是很多老师 包括那个我们的那个老院长 那华老师华语刚老师就那时候就跟我们就老讲一个道理 就说呃后世啊什么叫后世 两个眼的才叫后世 哎 你永远没有两个眼的永远不能叫后世 所以他这个那时候就我记得特别深 没事就跟我们讲啊 所以说就说后世是有可能会死掉的 哎 那您不觉得就是跟现在二发购的那种理念特别的匹配对对是吧 那肯定的嘛 那这是治理名言真理永远都是真理啊 这就是这样的就是呃 所以有很多棋我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就是如果最有两个眼的才叫后世啊 永远你别说什么我这很长啊什么什么那个哪一天有可能就死掉了啊 你看这些断上来 这个棋看上去是挺无理的 但是黑棋确实没活哎 这个这个确实 难办倒不能说 但是这块棋确实没活 是 嗯 现在是黑棋是 现在是把这边先给他 黑棋应该是唐伟星是也是先把他分断啊 嗯 调加 这个也确实是白棋的一个杀手机 手机 这是个好手机 嗯 先滚了一包 嗯 嗯 嗯 让黑棋冲 对 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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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打掉 嗯 这个不用保留了 嗯 这样呢 白棋 白棋是没回去哎 但是白棋这一圈下来呢 一个是把黑棋打了个包哎 打了个包你目的是要少点另外一个留了一个还是留了个断点啊 嗯 哦 对这个断还是有点严厉哦 有点味道 就是也不能说严呢 我也是给你留了一个留了一个问题啊 对 应该说 从这个局面看肯定应该是黑棋公白棋 这毫无疑问 这白棋这个这坨子也没演也没回去的路至少现在看 但是呢 他这个棋就是为什么是说恶霸呢 就是他也给你留了个断点这个棋 你搞不好哪天哎 包括你这块铁也没活啊 嗯 你哪天你没注意你就有可能被我反扑 对你被我反扑过来 那就就笑话了 嗯 不过作为如果我是白棋的话 我觉得白棋还挺危险的 嗯 这个就肯定是得有力量才感这么像 是 现在它是小跳了 对 嗯 现在白棋肯定是应该是薄一些 嗯 黑棋白棋了 黑棋现在提这个 嗯 这个倒是时机很很很即时是吧 嗯 不是很即时 就能交换一下 就这个时机很奇怪 很奇怪 这为什么现在会跑这来交换一下呢 对对对对 不是主要是我我这个地方我我我反正我是没看太明白 这其白棋为什么要立一个 这可不可以脱鲜了 哎 对对对 不就是个棺子吗 哎 没看太明白 他应该是有个家 当然肯定是没有啊 他只有个家嘛 家的话应该我只能走这个 就粘上就 他但他确实他觉得这个棺子大大概只能这么一句啊 嗯 以后再冲掉 嗯 冲掉呢我可以补回来 我得补这个 嗯 白棋肯定是可以脱鲜的 那就是两个人突然在这边收了个棺子啊 特别默契 特别默契 但是呢白棋硬肯定是黑棋舒服了 这个棋 白棋跟着硬呢 黑棋肯定是满意的 是 这个这个黑棋白提一下吧 是 嗯 理论上我是不太想 这个白棋有心形反击 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只能 呃 告一段落啊 这个这个 反正我推荐大家是不要补这个啊 但是呢他实在是硬了 对 反正还没有那么暴力啊 点在这 这也是 也是 也这个点是呃刺 刺这种虎的形状一般是从外面刺是比较好的一个形状 嗯 黑棋是 跌上来 跌上来 嗯 白棋现在又 尖了一种 尖了一种 也是为了出头啊 嗯 正常的话应该是能断上去啊 断上去 蛋上去应该问题也不大 那断上去黑棋会怎么应对呢 断上去的话这个棋黑 黑棋 黑棋但是 黑棋我看到啊 吃这个肯定不行 吃这个跑 对 那也许是怕人家跳 跳出来 这个有可能是怕他这个跳 走 还有个长 再冲一下 嗯 这个棋现在有个问题就是白棋粘这个我冲这个 嗯 你沾这个我现在冲这个 他应该是这么酸的 嗯 这样你再冲我挡 这你是可以冲着的 嗯 这样我们看出来这个棋白棋好像不行 你冲的话我可以冲过来 哦 这是你不露气 哎 黑棋的棋长 黑棋棋长 嗯 这个地方 黑棋防住了哎 这个地方黑棋是刚刚好把它防住了 嗯 这应该就是两个两个棋手的这个精准的一个计算啊 所以说白棋呢 看明白了 白棋呢 他是吃进去 他是怕他跳 嗯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直线计算 这个地方不能出错 一出错就就麻烦了 对 所以白棋现在是实际上他是尖一个 是 尖一个就是我尖一个他以后就肯定是可以那个那个进去了 黑棋 黑棋现在是先先抢外面 嗯 嗯 这个棋 白棋 白棋 现在是肯定是能吃进去 是 嗯 现在吃 因为他这个冲先手刚才那个就就没关系了 嗯 对对对 刚好补上了 嗯 现在吃应该是他就大概算了 大概是吃就是黑棋 黑棋是不是要尾这个外面 只能这么理解 哈哈哈 就黑棋尾的空相对大 就是黑棋就算了 就是就放你回去了 嗯 大概是只能这么理解啊 嗯 我只能这么理解 哈哈哈 所以就白棋为什么不断 就只能是这方面考虑了 对对对对 白棋是做虎口 白棋是做虎口 嗯 刺了一下 嗯 然后黑棋呢倒是 大家能看他现在是还是要补这个断的 嗯 这样走 还长 嗯 这个他是先问你一下 是 因为这个刺先手这个马上还是有冲断 所以白棋只能粘回去 嗯 这样呢 你再冲我就可以冲回来了 嗯 这样黑棋可以脱鲜了 哎 以后可以看成 嗯 白棋粘这个 黑棋粘这个 哎 这个 A B 建峰 你粘这个 我粘这个 你吃进去 我是从这 外面 嗯 这样黑棋呢 应该说效率还是挺高的 是 我相当于是没花一手棋啊 正常我应该是 应该在这多走一手棋 才能把这个断链补住 嗯 他现在就通过这个几个次 啊 他先手把这个断链补住了 哎 这个 省了一手棋 对对对对 我们说下飞棋效率效率就这么出来的 哎 真是 哎 在这个省了一手棋 嗯 这个 每每个小局部哎 能多省一手棋 那这个星期的效率真的提高了很多啊 对啊 嗯 这个地方我觉得唐卫星下的还是非常漂亮 嗯 这个地方嗯 然后他再飞过来 嗯 哎 应该 嗯 下成这样我觉得黑棋的这个 黑棋的攻击啊 这个地方你看慢慢慢慢非常大了 这个棋黑棋的攻击还是非常有效果 是 能让黑棋为这么大空 嗯 如果这全围住 这个这个 这个不得了 对不得了 这个不得了 赶快从这个开口的地方进行渗透 对 这个是 是 虽然我这个地方没断点了 我现在瞄着你外面的断点 嗯 这棋是也是反击啊 这个高手相下棋啊 就是反正不能让对方舒服了 这就是关键啊 你你想什么 你走这什么你被你填一下 不行 我这个大家我牛你走 我得是反耀一下你的断点 嗯 就是反正就是不能让对方舒服了 哎 这个棋 这个地方啊 这种姿态 嗯 这个棋黑棋一点白棋也有点难受 是 白棋看 嗯 就往这边 嗯 白棋应该还是瞄着黑棋这块大龙 哎 可以看出来 这黑棋一直危险都存在 对对对 哦 但是黑棋有个好处啊 这个这个节 就是黑 就说这个一打吃呢 就是有 就是如果打劫的话黑棋能做出一只眼 是哎 就说到真急的时候我这地方不是打吃白起来我做糊 我还能给你这个刀留个节 哈哈哈哈 就没办法了是吧 这块还能够去通过打劫来做糊 当然最好是不要打这个 是是是是 逼的没办法了 哈哈哈 希望不要发声 现在黑棋靠现在确实是这块钱没活 嗯 我已经下了很很很凶狠啊 就已经在这 走 嗯 这还是要黑棋的这个先手啊 嗯 因为他这个通断之后就已经就在补回去了 嗯 黑棋现在贴回来 对 白棋 哇 这个棋下的有点精彩了 哦 直接就进来了 嗯 这个点进来 这个我我猜测啊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独秒了 就是你能看出来他们现在啊 就是你下的后半盘什么 你东一下西一下 那90%是独秒了 这个所以要要只能通过实战的就是 在现场就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了 嗯 像这个棋你说这有什么必然性啊 这个冲完之后再去点这个 你那你先点也行 那你现在按理说他应该是拉回去啊 嗯 但有可能他是独秒了 嗯 先先点一下 嗯 这个时候 所以通过他这个下法就知道 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状态啊 对对对 我黑棋下一步 应该通过的推测 两个人都独秒了 黑棋下一步也是 真的是 真的是 我在这一步棋 真的是 嗯 你很有这个心情 但是真的敢下也是非常 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这个不管了是吧 去脱先 脱先 那这个棋应该是 白棋肯定是要 要要要 要不是发力了 这肯定是要置他以死地 这个 还发什么力啊 现在必须在置他以死地 嗯 白棋现在 嗯 跨一个 嗯 现在黑棋 嗯 这块起 如果是静火 那这盘棋肯定结束了 嗯 这个 这个你看这个全吃进来了 这还怎么下 是 这木树太大了 现在呢 静火肯定不能静火 那打结 应该是黑棋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处理方式啊 嗯 转吃 打结了 嗯 果然是打结 啊 就黑棋的 那个本手结非常多 本身结非常多 这确实是黑棋的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地方 走掉 嗯 刺 刺这个 嗯 可以其实接这个 嗯 白棋踢掉 嗯 对对 施结确实很多 嗯 哭 你掉 再踢回来 踢回来 嗯 然后是找的 找哪个 找哪个 现在该白棋找 白棋是 冲这个 白棋冲了一下 冲这个 嗯 然后再踢回来 嗯 这个 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大型的发扬论啊 然后 这找结也是一个 嗯 然后去尖这个 尖这个 嗯 这个是要要冲这个直接 嗯 不是又火了 这个白棋现在不是消解的问题 白棋是要吃黑棋 是是是 所以他要一定冲这个 然后黑棋 嗯 然后接这个 这棋现在是越来越自然啊 这个棋 断掉 断掉 嗯 再吃 再吃 现在 现在 棋 现在是 呃 棋掉之后 对 黑棋现在是扑这个 提掉 然后提这个 嗯 好 棋是长一点 好 长 长 长 黑棋能不能脱限了 黑棋 黑棋现在 没有 黑棋是 坚持要跟他这边要 坚持到底 哈哈哈 这个能看起来 但是要坚持到底 对吧 是啊 嗯 黑棋这边确实还有一个段 这个地方白棋确实是 感觉是下的略有点难受啊 嗯 因为现在白棋不能吃这个 一吃的话 我现在 我一吃这个是活棋 啊 他现在 所以说白棋现在是必须得吃进去 啊 这个 这个是一个必须得吃进去 啊 黑棋现在 把吃 把吃这个 嗯 看 白棋 呃 白棋是 嗯 白棋 现在是白棋是把这个提掉了 对吧 对 应该是把这个 嗯啊白棋是吃了一个 也没有白棋是 啊 长了一个 对 然后他再断的时候再提 哦 他这个下的挺妙的 嗯 先交换一下啊 然后提掉 哦 他长 哦 他送了一个 哦 送一个好奇 嗯 然后这时候再提 哦 这时候再提 嗯 他这样黑棋没活 一只眼 哦 他这样下的好 哦 这个白棋下的好 嗯 送了一个这个这个下的好 嗯 嗯 相当于是让你没活 本来本来你刚才他一提你要补他就活了 是是是 然后他再挤 挤 啊这样等于你看还是只有一只 哇 那这个棋 白棋加的好 嗯 交换次序啊 嗯 送送了一个看上去是有 不太容易想到啊 但是 但是他确实是 你你反而你眼少了 嗯 可以这么说啊 走这个 白棋是尖 嗯 他吃 对 这个现在白棋倒是也很简 因为白棋这个通了 这个下面只要能活就行了 嗯 现在是 那黑棋现在很辛苦 黑棋现在是很辛苦的 这个节对于黑棋来讲实在太沉重了 嗯 确实有点沉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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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唐伟欣这个地方拼的太猛了 这个地方 嗯 然后走过来之后 黑棋是 从这个黑棋就是本身节还是挺多 但是这个地方白棋的要求不是太过分啊 嗯 白棋就是我只要能 我这边只要能能能活点棋就行了 没错 对 黑棋 然后白棋 是 黑棋是找哪个节去了 黑棋 黑棋是加这个了 拿这个拿这个开始找这种节了 哦 要做眼的节 对 要做这些 嗯 白棋是提 不是白棋是扑 嗯 问你一下 嗯 问你一下 这下得很好 提掉 提 提掉 嗯 然后 吃住 嗯 再提 嗯 嗯 然后沾上 对 嗯 下得很精彩 这个地方 计算上应该两个人还是 嗯 非常复杂 但是两个人应该是下的是义无反顾 应该是 都特别的执着 对对对对 这个棋下的是义无反顾的 嗯 嗯 现在是 扑子买 白棋是 白棋是把这拉回来 哦 是 然后再去节 沾上 再点一个 还是要杀他 嗯 这个白棋的节有点多啊 这棋 我这个 这个棋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 嗯 打结打的是异常火爆 这个棋确实是有点异常火爆 关键是 关键是这个棋实在是太大了 关系到这个整个胜负的 嗯 最主要是唐伟星一毛不拔 这个棋 什么都不给 这个有点猛 这个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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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我猜测两个人都堵秒了 嗯 这要能从头算到尾 这他要都算清了 那我太佩服他了 哦 真的是 这个 他这个就是他有个什么感觉呢 他就是说我这个劫财非常非常多 嗯 你呢 确实有好多劫财 但正常来说 也觉得这黑棋没法打 是 但是因为黑棋本身结 确实太多了 所以他就硬打 没这个地方就是唐伟星的强项啊 真是 但是这个棋还是要 还是要看最后的这个谁能打的赢 这个棋 这个 现在真的是 应该是要见分晓了 这个棋 打结打的好热烈啊 哈哈 看的都激情澎湃 嗯 这个棋打的确实太激烈了 嗯 然后白棋反正现在不管了 全是损结 反正能打赢了就行 对 现在就是不管了 这个只要是能打赢就行 没什么损不损 嗯 现在黑棋是 白棋提了 该黑棋了 对 黑棋走哪了 现在不好 我看看啊 黑棋把这个再断上来 我的天 这个啊 现在他要求这个一团呢 这个是有眼 所以白棋现在是一定是要冲这个 嗯 现在白棋是把这个冲了 提掉 提掉 那点一下 点这个 啊 啊 这个 白棋 白棋只能走这个 嗯 白棋 他为什么不敢再拼了 这个唐伟坚怎么突然 他是怕接多吗 哈哈 怎么突然 我们一直说他一毛不拔 怎么突然 怎么这个退让了 这个棋啊 这个棋 那看来是不太妙的一种表现 哈哈 思理一紧 是吧 大事不好 这个好像沾上的话 是 还是一毛不拔 是没问题啊 突然 突然开始 啊 他沾上 他好像有个正手 哦 快 山上有一块 啊 啊 提掉 提掉 让我再提这个 那么 也不大 嗯 好像 那这样不是吃的大吗 是吧 嗯 对对对 这个起确实怎么突然一下 这个 哈哈 紧慎起来了 对对对 这样提掉 好吧 不管他了 黑棋 哇他在冲这个 我的天 这棋下的也太复杂了 接上 还有这个 这是什么呀 这是 再跨过来 再跨这个 这样 这块 这时候 黑棋 不打了 嗯 终于不打了 是吧 那不打了 那确实是不准备打了 是 就赶快把这个大龙活了 算了 哦 那 那确实 哈哈哈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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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账是怎么算 这个棋 嗯 最终还是算了 还是 对 所以他这块 吃掉三个就 就算了 什么都被 是吧 都被活了 他最后还是觉得算了 这个棋还是要受关 嗯 那早吃 其实当初我看 他这个有点冲动了 那这个 那毒鸟的吗 嗯 因为这个白棋啊 有个好处 白棋把这个这两个字 其实相当于是奇经给他提过来了 然后他这边 你看这包括这以后一吃 这木木还是挺多的 这通过这个 这个黑棋 是打结的过程中是亏了 嗯 白棋现在 白棋现在是直接就 把这个给他分断 哦 现在是本 白棋算就是说这块活了 这意思 是 现在这个 就下到这一步 现在我们的这个棋局 嗯 现在是应该说 这个棋还是要下一阵 这个棋 嗯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简单看一下 现在是黑棋 白棋飞在这的话 他的意图很明确了 就说 这块已经算是 活了 嗯 不算活也是 问题不大了 就应该这么理解啊 对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黑棋如果说沾这个 嗯 这样他是一提 这个棋呢 你你你你冲的话 他相当于这个地方 他吃是有个先手 你提 嗯 你你这样你团 嗯 你不能搬了 嗯 嗯 他是这个意思 对黑棋现在是不能分断这个 嗯 那黑棋如果提的话 如果提的话 那白棋现在 嗯 如果他提的话 可以看成这个打吃也是 还是先手 嗯 如果像这样的话 嗯 你如果沾 黑棋倒是能吃掉 几个子啊 从这端回来 但白棋这也能下去 嗯 白棋应该还有一个更好的下法 也许是搬这 搬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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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这几个子也不给你吃 嗯 这样你如果走在这的时候 白棋可以团在这 可以活棋 可以活棋 嗯 嗯 现在是 啊 黑棋下了 对黑棋下了 黑棋是先把这个 黑 这个地方 他是先把这个粘住 粘住了 粘住的时候 白棋也没有马上提 白棋还是团 对 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白棋活了 嗯 白棋相当于是先手活 对 是的 那这个厉害了 他你等于他先手活 这还抢了一个这个 这个大关子啊 那那现在 要不然和阳老师给判断一下 嗯 好吧 好好好 这盘棋确实这 现在估计还要再下一会儿 嗯 对对对 这个棋应该是还要再下一阵 这棋 这棋可以这么看啊 这棋可以看成 嗯 黑棋粘回来 白棋把这个吃了 嗯 这个冲一下 是这个 是这个 黑棋的权利吧 嗯 这个应该是黑棋权利 嗯 先冲一下这个 这个冲你应该只能往这边走 嗯 我再冲一下的话 扳住 冲一下 应该只能冲成这样啊 嗯 可以简单这么看 定个形 嗯 看成这样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这边怎么定型 这边定型的话 嗯 比较简单一点的 我们先算个最简单的一个下法 这么像 嗯 提掉 吃这个 嗯 可以夹住 这样 这样是可以看成这样的冰性 嗯 接下来应该是黑棋先手收关 嗯 接下来应该黑棋先手收关 大概可以猴吊啊 嗯 好 下成这样的话 我们来初步的点一下这个木啊 好的 嗯 黑棋现在 假如说这算猴吊 大黑掉尖吊 嗯 嗯 我们先看哪个角 先处这下面的吧 这是10木 12 13 14 15 这块15木 嗯 这块是15 这也15木 嗯 这两块30木 啊 36 36 36 46 48 49 50 50 嗯 这个地方是 这是4 54 55 56 57 58 嗯 这算一木 59 黑棋59 嗯 这还有一木 60 嗯 这应该有一木 小60木吧 应该是有60木了 60木 白棋啊 白棋 白棋 这是 6 8 9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30 嗯 假如这算白棋吃掉 嗯 35 39 40 42 44 46 47 48 49 50 52 53 54 60 62 60 62 52 有可能情况没那么简单啊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又看见了一个呃 看见了一个不太一样的情况 这个棋他是把这个粘出来了 哇 没有断啊 这个地方倒是 他是 唐尾星是终于 要 要要要要要 要跟对方是决一死战了啊 因为他肯定也觉得情势不妙了啊 对对对应该是情势是不是不妙是相当的不妙 我这棋 要这么下下去就输了 应该是正常下就输掉了 嗯 他他他他他有有有几个地方比我下的要好啊 这个当然这个棋我收的确实有点问题 他是冲了这个嗯 然后白棋是提 嗯 然后他沾这个啊 这个有可能比我的关子要好 我这个我的关子应该是在这里跟他们俩比应该是现在最差的了 这得算的又快又好才行 但是但是如果这几个等死了肯定是我上也肯定赢了 他这个棋现在唐尾星是现在是把这个沾上了 是啊这个一沾 哇这个一沾这个就有点有就有数数 这个对这说不清了 嗯 这个一沾但是我猜测应该这个棋 这还是这是应该是最后的一站了啊 现在白棋是吃一个 嗯 提掉 这是白棋的权利 对 但是这样白棋如果是冲过来啊 这个很容易想到是冲过来 黑棋肯定是断一个时间手 白棋吃掉 吃掉 这个时候黑棋应该是瞄着这部手机 哦 靠在这 这个棋 这个地方唐尾星是留了一个杀招啊 是靠在这 你如果冲呢 他这一冲你就坏了 那这几个紫背 这相当其精 你没吃到他被他给吃了 这肯定不行 是 这样的话 如果你 你现在 你现在应该只能粘上 这样他再把这个粘回来 哦 这样你冲 我冲 嗯 这样是什么 什么个情况呢 对这个什么情况 感觉好复杂啊 这个地方 如果这么下 我们先看个最笨的下法 这个棋 然后现在如果是走这儿 黑头 这个黑棋还不行 因为你 我这个有点复杂 这个我好像一时摆不出来 这个 但是黑棋还有个可能性啊 我冲的时候 然后你吃 有可能进行一个转换 这个 这个 这个我还可以先吃掉一下 这边我可以吃掉一下 先打一下 然后他走完之后 再提 你提掉我再一段 我这个转换 我这个黑棋也很可观 这个吃得出这个很大 有子有命 嗯 那这个 这个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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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棋有可能不吃亏 因为这个地方是10 10 16母系 但是白棋这个也是 10 12 这也有16母系 白棋 对不吃亏 这个不吃亏 这个黑棋不吃亏 这个好像 这个战斗好像 还有点复杂 是 这个战斗还在继续 对对对 这个棋 黑棋这个靠 应该是 白棋应该是防不住 嗯 就是我们现在是摆了一个 最普通的一个下法 是转换 黑棋应该是不吃亏的 嗯 所以黑棋这个能粘过来 还是很厉害啊 确实 那这么看白棋 白棋 白棋 白棋算了 白棋不动了 白棋现在是 白棋没有强行 去把这个冲断 对 那这样就是一个和平解决了 现在白棋 现在是收官了 开始 白棋去搬 搬这个 可以去挡住 嗯 现在又进 嗯 这个地方没有啊 没有冲 这个没有 啊 这个判断又开始 我的判断 刚才白判断 这个重新 全都是 全你看 推倒重来 对 这个你要是算的不快的话 这个你白数目了 这个我跟你说 那就脑子里老得数 老得数 这个 我这个 我看看啊 这个棋我们还是在初步的给大家判断一下 这盘棋应该是讲不完了啊 我还是给大家初步的再判断一下啊 好的 这个棋我们现在看啊 黑棋现在是 这块棋肯定不能死 死了 这棋已经结束了 是是是是 所以这块棋肯定不死 不死的话 现在白棋正常收官 应该是把这个沾住 嗯 黑棋逮捕 黑棋是这样 是可以开成这样啊 唉 嗯 这种不好收 算了就算这样的 我们现在算一个比较简单的 简单一点的 这么像这样的话 然后可以提一下 我还是初步的给大家数一下目 大家可以判断一下 简单数吧 11 11 12 13 13 我初初数了一下 可以去58吗 来 其实这块是 6 8 9 13 11 19 23 23 24 24 34 36 37 47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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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是58 那还不一定 黑棋现在还可以 那还可以 那还有得下 那黑棋 盘面还可以 黑棋还可以 是 那这盘棋真的现在 不能判断出最后的结果 不能判断出最后的结果 对 这盘棋 如果刚才我的简单的判断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黑棋 黑棋 黑棋 有可能大 因为该 现在 如果是 刚才按照 还该黑棋一下 是 黑棋还有凶手 对 那我们这样 我们就等待一下 这个结果 好吧 我们还是先稍作休息 因为待会还有一盘 精彩的棋局 对 如果待会出现了结果 我们会第一时间 播报给大家 好了 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再回来 休息一会儿